要说火箭现在进步最快的球员是谁,那莫过于双相合同球员加里克拉克了。 在这个赛季火箭的球员是看着这个小伙子一步一步成长的,从最开始在火箭的第一场常规赛得到两分钟的出场时间,然后再到十二分钟,再到今天克拉克的出场时间已经达到了二十八分钟。 这点是当时,莫雷签下这位落选秀之后,谁也不会想到的,毕竟在当时还没有把梅尔顿交易出去之前,莫雷和德帅都把梅尔顿看作宝贝,而如今梅尔顿因为拒绝火箭的长合同,只能去困发展联盟了。 但是火箭这边是一个只看实力不看出身的地方,就算安东迷是世界全明星又如何,还不是灰头土脸的连个招呼都不打,悄悄的离开了。 所以这就是这位二十四岁的小伙子所表现出来的能力,认真好学是他最大的特长,不管是哈登还是保罗,都在媒体面前多次的赞扬到这位小伙子,不光勤学好问,并且还十分的聪明。 对于篮球的热爱可以说是用赤迷来形容,都知道在上一场比赛中克拉克的夫妇受到撞击,本来以为他今天不会出展,但是当德帅找到他之后,表示没有问题可以上,这就是他对篮球的热爱程度,并且今天还是克拉克的生日,赢下勇士算是对他最大的一份生日礼物吧。 那么克拉克的表现,是看在球迷的眼里也看在莫雷的眼里,但是他是一名双向合同的球员,也就只有四十五天的合同,如今在不到四十五天的时间里面,他已经证明了,自己并不别别人差。 那么当克拉克的双向合同到期之后莫雷会,给他开出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呢?这点或许就很值得斟酌了。 如今按照NBA市场轮秀的价格太阳,给他撞爱顿14年816万的合同,不过毕竟这是一个撞,肯定会议价很多的。 其实克拉克的合同最好的参考目标球员,就是勇士的埃文斯了。 因为他们两个不仅同线,并且还是逍遥,所以克拉克的合同大小或许勇士这边,已经给出了答案,因为埃文斯是今年的一轮第二十八号秀,所以勇士给到了他四年922万的合同,甚至比爱顿还要高出100万。 那么,如果按照现在火箭的使用状态,那么克拉克的合同是很有可能超越埃文斯的,而在今天的比赛中,勇士也是排上了埃文斯出马,但是11分钟的时间里面得到了3分3个篮板,而他在勇士场军出场,6.4分钟场军得分仅有0.8分,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算的话,火箭给盖尔到克拉克一份,大于埃文斯的合同才对。 但是,按照火箭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的话,或许有点不可能。 第一,火箭在这个赛季星资总额,早已超过联盟的红线了,所以为了避免奢侈率或许不会太高。 第二,因为目前安东尼已经决定离开了,所以又空出来了一个名额,但是按照莫雷的做法,是不可能让这个位置空着, 所以这点或许也会成为限制克拉克合同的原因。 所以,一综合这些情况,已经勇士的埃文斯,你觉得莫雷会,给到克拉克一份怎么样的合同? 评论去聊一下你的看法。 像经萝华 今天 还有